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Huan 前陣子我媽跟我說 她公司用的iMac電腦跑得很慢了 想請我幫她換一台新的 那我看了一下她的配備 這台2016年買的iMac 處理器是Intel的i5-52500U 雙核心四直營蓄 加速時脈2.7GHz 這是一顆2015年推出的低功耗定位處理器 性能跟我大學用的那台內人筆電的4200U差不多 也是很老了 然後配備8G的RAM 1TB的機械硬碟 用這個配備然後海冠的Win10系統 而我稍微試用一下 它連開個網頁 或是處理一般的文書內容 速度都偏慢 機械硬碟也實際上在蠻窄的狀態 我大概用了5分鐘左右 就感受到血壓數值明顯的飆高 生命受到了威脅 這樣的電腦狀態也難怪我媽也覺得卡 連長輩都覺得卡了電腦 那個嚴重性就可見一番 基本上是不換不行了 然後由於工作上有很多應用程式 比如他們的進出貨軟體 線上銀行的登錄窗口等等 都還是需要Windows系統才能運作 這也是我媽為什麼要在Mac上用Windows的原因 所以如果要換新的iMac 就會遇到AmJargo的蘋果處理器 無法安裝Windows的問題 所以只能改回用X82的平台 今天我的目標就是幫我媽要畫一台新電腦 除了性腦足夠應付她的工作需求之外 我也希望在整體的使用體驗上 能夠比她原本的iMac更好 我作為Windows陣營的使用者 肯定是不能鬧虧的 所以接下來就聽我的微微道來 我媽用這台iMac差不多有8年了 當然除了看上它的原因 主要就是這媲美藝術品的外觀 直到2024年了 金屬外殼簡約設計 高級層多一體式機身 還是依舊不會顯得老氣 你就是這樣一台擺在桌上 它就是時尚的代名詞 然後iMac的另外一個強項 就是它的螢幕 我們都知道蘋果的Mac 一直以來都很常被開玩笑是買螢幕送電腦 他們家的螢幕數值 不管是發射還是射準 都有著很高的水準表現 在iMac當初買4萬多塊 裡面的3萬可能就在買螢幕 另外的1萬是買MacOS系統 然後剩下的硬體是送的 所以這次的新電腦 在螢幕上要挑選哪一款 才能讓我媽也覺得不錯用 這對我來說是比較有挑戰性的 所以回到這次的主張思路上 雖然Mac本身有自己的獨特性及優勢 但我們也要盡肯來發握我們自己的優勢 Windows做機的優點在於彈性及價位上嘛 我們可以針對外觀、擴充性等等 來專門為我媽做定製 並且在整體的價位上 也會比Mac更加便宜 光是不用去面對蘋果那貴魯金條的儲鈴容量 就明顯有差了 所以我們就來一一介紹這次幫我媽挑選0組件 首先是CPU的部分 以我媽的工作 除了要處理大量的文書之外 它偶爾也需要開AutoCAD的工程圖來看 所以綜合評估後 我是選擇AMD的Ryzen 580-GAPU 6核心12值音序 最高加速時脈達5GHz 採用Zen4架構 由台積電4nm製程製造 6核心加上高時脈 讓它可以很輕鬆應付任何的文書場景 並且它所搭載Radeon70 AM內顯性能非常強勁 如果偶爾需要跑一下工程圖問題也不會太大 8500G我之前有測試過 它甚至可以單靠內顯來跑黑神話悟空 整體性能水準不錯 那也很感謝AMD 到現在都還在更新APU系列的產線 只要5000多塊 就會買到這樣一顆核心及顯示性能 都有一定的水準的處理器 除了很省電之外 還可以省一下買顯卡的錢 CP省4 唯一的缺點就是它提供的PCI數量不多 之後的擴充性有限 不過以我罵虛傳來說倒影響不大啦 再來主機板部分 我選擇華碩的TUF GAMING B650e Wi-Fi 會選張板子 主要是整體的擴充性及用料都不錯 然後通路搭8500G的組合優惠 兩樣加起來9000塊有找 CPU供電部分採用8加2向60A 搭配HOST的散熱片 用來裝8500G基本上是躺動人推 這樣說AM5平台有著不錯的升級彈性 之後性能不夠的話還能再升級R7或R9站位來 配備4條的記憶體插槽 最高支援192G的地料物 這個容量上限看來就是很舒服 儲存部分提供兩組的M.2接口 如果搭配APU的情況下 第一槽會走GEN4 100F通道 那Io部分 因為這個主要是靠內顯輸出 所以主機板上面的視訊接口就非常重要 這張TUF B650提供一個HDMI 2.1 以及兩個DP 1.4接口 可以同時輸出3個4K螢幕 配置相當豪華 對於我媽來說是供應到過剩了 上班之餘還能裝其他螢幕來炒股 那整體也配置的不錯數量USB接口 可以解決它IMAC的USB接口不夠用的問題 然後我也選擇了帶Wi-Fi版本 以便不時之需 再來儲存部分 記憶體搭配的是微槓的XPG Lancer RGB 低調6000、16GB兩次的雙刀套組 會選擇它主要的原因在於它跟機殼的外觀很搭 這次我打算幫我媽組一台顏值不錯的白色海景房 所以記憶體的外觀能一起做搭配 防震純白散熱片 拿來搭任何白色組的電腦都很好看 RGP燈也能再貼一些白內障元素 上班累了就瞄一下電腦,聊一下心靈 那因為APU的內顯會對用到部分記憶體來做VRAM 加上說開工程圖也能吃記憶體 所以這也是幫我媽直上32GB 這樣就足夠充裕了 然後6000MHz的超頻頻率 也能進一步拉高70mm內顯的效能 APU是會吃記憶體頻率的 所以拿高一點肯定不虧 再來儲存部分 我拿了XPG的GAMING X70 PRO 1TB PCIe Gen4 x4 M.2 SSD 讀寫速度可以達7300 x 6800 屬於頂速級別的GAM4 SSD了 拿來開工程圖絕對夠快 這個就更用Office文書軟體 一路建議上頂速級別的PCIe Gen5 SSD 和RTX409的道理一樣 反正就是讓我媽用好一點 寧願性能過剩也不要不夠用 然後我選擇這條是有附贈白色散熱片的版本 只是我會用主機板自帶的散熱片 那個加用效果會更明顯 所以不會用到原廠給的這邊是稍先可喜 但性能發揮還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然後HTT的部分 因為公司那邊已經配有NAS了 絕大部分重要的資料都會放在NAS裡面 所以這台電腦就不需要額外配HDD了 直接讀取NAS就可以了 再次機殼部分 我也要跟iMac較勁一下 我們也要發揮我們Windows的外觀克思化優勢嘛 這裡我幫我媽要調了安泰克家的 CX200M白色款海景房機殼 之前我對這台機殼就非常感興趣了 不但是因為它那超級殺的價格 這台卡白色海景房機殼 裡面還內附有5顆定光風扇 然後售價僅僅只賣1500有找 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喔 CX200M在所有的品牌海景房中 性價比可以說是獨一檔的存在 那除了顏值的部分外 主要會選擇它 也是因為它是Micro 8X的規格 在體積上比較小巧 放在桌子上沒關係又不會佔空間 畢竟都主白色海景房了 我無法忍受它被放在地板上 肯定要把它擺在桌上 我要讓它成為全公司裡面 最豔利的一顆恆星 量都會影響到其人的工作效率 那CX200M 它採用的是上下分層的海景房架構 下方有大面積的散熱網孔 所以分張平台上的兩顆風扇 就可以從下方抽到足夠的空氣 那因為它是比較接近煙囪效應的風流 放在地板上長時間可能會容易積灰 所以放桌上來說會更理想一點 那右部分是位在機殼的前側 剛好可以讓我買人很順手的做使用 只是燒線殼其實它沒提供Type-C 沒辦法利用主機板前方的接口 但畢竟是入門定位的機殼 這個價位沒給也很正常 反正如果真的需要的話主機板後方也有 不會到無法使用 那電源部分 我這次用安泰克的N1650GM 650W金牌全部組電源 採用DC2TC電路架構及日式電容 台灣這邊還特別升級10年保固 那雖然說850G本身很省電 而且也沒有裝獨顯 其實用不到這麼大顆的電源 但我想要預留之後的升級空間 那如果需要 找多麼一張顯卡的艙去就可以了 而且其實650W金牌的全模 這樣一顆電源也找2000多塊真的不貴 硬要去壓預算拿銅牌電源 我覺得意義不大 所以就只上金牌了 能夠有最高90%的轉換效率 用起來比較省電 然後全模組的設計 加上10公分的長度 對於我們這次的小機殼 在離線上也會更友善一點 所以到這裡 我們的零件介紹就差不多了 這次的挑選方向 主要就是能應付文書 搭配一點圖形性能來搭建 並且擁有著外觀上的考量 那零件選擇上 我並沒有特別去追求CP值 畢竟是我們要工作用的 選好一點的規格 穩定才是重點 不過即便沒有特別去省錢 這樣它電腦足下來 零件的價格也還不到2萬塊 比起當初買了iMac要4萬多來說 這個價格還是有蠻明顯的差距 而且整體零件的規格性能 都是反好幾倍的成長 那剩下的價差 也可以去挑一台素質不錯的螢幕 我預計是會挑有一定色域覆蓋 這樣在色彩表現上觀感有到 接著再選擇個2K解析度搭配高刷 目前這種規格的螢幕價格在6000左右起的來 CP值還是蠻不錯的 而且高解析度搭配高刷 那種視覺的觀感上的提升會相當明顯 這都有注意去拉近於iMac單位螢幕的差距 好那接著我們就來進入主玩環節 進入主玩環節 請現場五個月 也想拍照 立下金房 有一點不應 那種的餐廳 還可以去碰》 在原店裡 掉下金層 倒下金属 但是 紅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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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来聊主张心得哦 首先是被有散热器 我一开始是用原厂的下吹式风扇 但是后来跑烧机的时候 发现它竟然还压不住50多W的850G 燒機直接是頂到溫度搶 這個鋁底的風扇也太不給力了吧 而且這還是沒有開啟PPO的設定 如果打開後功耗可能還會更高 看到這個溫度是讓我散熱強迫症壓起來 所以我後來是緊急的把我手邊的胡側2打扇 給裝在電腦上 可憐的胡側2喔 他可能以為說上次被拆下來後 終於可以實現退休了 但這時候突然被召喚出來服役 這已經是他服役的第三台主機了 真可謂一扇傳聲帶 替換完後這個燒機狀況就正常多了 溫度控制在74度附近 這樣就沒問題了 然後組裝上 因為CX200M它的PCI檔板是做一次性的 但是原廠有提供3片的替換檔板 所以我就預先給它裝上去 這樣之後要擴充也比較方便 而且也不會因為要拆一次性的檔板 而去刮到主機板 然後理線部分 將背板的線材分別由魔鬼章束帶 以及一般的束帶做固定後 就可以輕鬆蓋上背板了 整體留的空間還算充足 只是沒有安裝太多的零組件 所以組裝起來複雜度不高 整體點壓後的顏值還是蠻不錯的 雖然沒有做到完全純白式燒線可惜 但是能夠穩定長久使用就好 那裝完系統後 接下來做個穩定性及性能測試 燒機部分剛好提到 換完塔上的溫度控制在74度 還算涼快 並且整體的噪音值維持在47分貝附近 能踢到些微的風聲但也可以接受 那CX200M的R23渲染測試中 R5850G跑出了多核破萬分的成績 以及單核1759分 拿來對比525012來說 基本上是不同微度的表現了 而畢竟兩者也是差了快8年的時間 加上又是標壓對低壓 有這樣的差距也是蠻正常的 這個測試就會給大家當作一個參考依據 然後看得爽這樣子 那在特幅性能的部分 其實你的M內顯在Time Spy的測試中 獲得1800多份的圖形分 已經達到GTS105的獨顯性能了 也就是5250U內顯的將近8倍 這種跑分上面的翻倍的提升 總是我們硬體玩家的快樂全員和浪漫 那在記憶體獨顯的部分 我會在BIOS裡面打開Export 將頻率給超上6000MHz 跑出來的速度及延遲都有很不錯的表現 這對於內顯的性能會有幫助 所以接著我們就來跑個簡單的遊戲 雖然我媽咪在打遊戲 但我也要讓他知道 這不只是一台金玉旗外的電腦 連它的性能表現也很有水準的 首先來跑個CX2 硬半批解決到它要開中 實際玩得非常流暢 幀率可以穩定在100fps以上 並且沒有出現頻繁掉增 接著是極限競速低頻線5 硬半批它要開低 在別處附近跑圖 幀率也能穩定在60幀以上 所以要應付個網遊 做輕重度的遊玩性能算是可用了 但實際使用的場景中 我們播放個4K YouTube影片 把我鄰居也能透過內顯來硬結VP9編碼 以一顆5000元定價的APU來說 這樣的性能表現沒什麼好挑剔的 整體體驗下來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顆把我鄰居 它可以說是讓你用親民的預算 就能同時用主流級別的CPU性能 以及入門顯卡的圖音性能 非常的划算 好那測試完後 今天我們就可以把電腦 搬去我媽公司做更換了 然後為了讓整體的操作體驗更好 我也幫我媽原本這樣的文書滑鼠 改成我手邊的雷蛇Cobra Pro的電競鼠 不要說親愛配備都到位了 結果因為滑鼠的手感還要去影響到 好 好了嗎?可以開了嗎? 可以準備開機了 好 來 1 2 3 開機 哇嗚 這裡要開嗎? 不用它會自己開 好 有這開機速度就快了 不錯喔 這次幫你換的是最新現在最流行的海景套房機殼 對 所以你可以看它前方 它後面就有兩面車頭玻璃 這樣就可以讓那個整個視覺透視度最好 然後那個光線啊 如果你有時候覺得太亮的話 你可以把它那個按鍵旁邊 那邊有個白色小按鈕對不對 對 那個按一下就可以關掉了 喔 對啊 如果有時候太亮 然後再按一下就可以開起來 它是定光可以直接做切換的 這個是一台正常的電腦 文書電腦應該有的這個速度 對 之前跑Line是超不行的 對啊 Line基本上是不會卡 因為Line不會耗什麼支援 那為什麼我之前Line這麼卡 因為原本那個硬碟太慢 它一直在蠻窄 這次的升級 除了在電腦性能的提升 讓速度及順暢度的改善之外 我也換上了27吋的2K100Hz 100%sRGB受益的螢幕 讓我們有感受到螢幕有明顯的升級感 只是說它當下用了一段時間後 有稍微出現頭暈的狀況 我推測有可能是剛更換螢幕 加上說因為這台電腦速度很快 讓我們在短時間內就切換很多畫面場景 這台電腦連開個網頁都要跑一下 所以整體的節奏就比較慢 你不會一直要頻繁切用畫面 可能是因為以上的因素 而在視覺上帶來的不適感 所以我又請他試著放慢節奏使用 然後再使用一段時間 看能否適應 看來電腦速度太快 有時候也是一種困擾喔 拿到這裡 我們這次的升級企劃就告一個段落了 希望這台電腦可以穩定的幫我們工作 為公司貢獻生產力 看能不能就一路用到我媽退休了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華安 我們下次見 掰掰